上午10点中国女排宣布了惊喜决定 蔡斌果然是留了一手 王云露离队悬念正式揭晓 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热血沸腾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关于咱们中国女排在上午10点中 正式的敲定了韩国水源站的一个重大的惊喜决定 伴随着这个鸭绍决定的官宣出炉之后 也让广大的中国女排球迷热血沸腾了 也让王云露是否在第三周离队的悬念 正式的成员落定揭晓出炉 蔡斌不愧是小诸葛 真的是大智慧留了一个大绝招 压哨完成了神奇的反转操作 那么大家都知道 咱们中国女排目前已经正式的抵达了韩国水源 来备战第三周的国家联赛 那么中国女排在抵达之后 也是已经完成了第一堂的适应场地的训练课 球队看上去 全队上下精神面貌都是非常的不错 身体恢复的也都非常不错 经过了这一周左右的时间 这个调整之后 我们几个有伤在身的主力队员 身体也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康复的状态 像此前大家高度关注的李莹颖 包括王元苑和龚翔宇 这几个在第二周比赛出现了一些身体疲惫和伤病的影响的队员 也都是已经摆脱了伤病 目前回归到了球队阵容之中 并且参加的合练 身体上看上去已经并无大碍 是可以顺利的参加接下来的比赛的 这几位队员由于在第二周比赛过度疲劳 导致一些疲劳伤病的积累 让球迷一度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如今来看也算是虚惊一场 经过了这一周的休息 算是让他们的伤病得到了恢复 也让中国女排在第三周取得一个好成绩 能够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调 但是呢伴随着这三个核心主力 他们摆脱伤病之后 很多球迷还有一份担忧 那就是咱们中国女排 此前我们队内一直存在着一个软肋和短板 我们的阵容是否会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因为第一周第二周 我们的阵容就摁着那一套阵容在打 我们来到第二周 我们的这套阵容已经出现了疲惫 而且已经被对手给摸透了 我们在场上尤其是王云露这个点 这个短板一直被对手掐着打 如果说第三周 面对更为强大的塞尔维亚美国这些强队 他们继续死磕王云露这个点的话 很有可能让中国女排 我们这个点成为一个重视之地 成为我们致命的短板和输球的软肋 所以说蔡斌是否应该调整一下 14日名单 这一点将会非常的关键 直接决定了中国女排第三周的成绩 决定了我们在本届国家联赛的命运 那么事实证明呢 蔡斌此前也承诺 将会做出一定的调整 对吧 那么他在第二周结束之后 蔡斌也是公开放出话来 要针对球队调整了 也就让大家意识到 中国女排接下来 我们是一定会针对14日名单 做出一定的微调 对吧 那么做出调整的同时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 能够把王云露这个位置动一动 对吧 动一动这个位置 能够 即使朱婷回不来的话 起码我们派上吴梦杰 或者王亦凡这些年轻的主攻 顶替一下他 更有锻炼价值和培养价值 对吧 那些年轻队员的可塑性更强 与其在王云露身上浪费时间 都不如把机会留给年轻队员 所以说大家都在等待着中国女排 我们最终调整14人名单的消息到来 那么伴随着距离第三周的比赛 时间越来越近 很多女排的队伍 我们第三周的一些对手 陆续公布了自己第三周 参加比赛的名单 那么咱们中国女排 其实此前几天 一直都没有公布名单 那么就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个 惊喜的利好消息 中国女排宣布了一个惊喜的决定 这样一个压哨反转的操作 也让蔡斌彰显了她的大智慧 也揭晓了王云露是否会离队的这个悬念 什么呢 那就是王云露她不会离队 根据权威媒体发布的消息显示 中国女排参加第三周 韩国水源战的14人名单 与此前参加明古屋战和香港战的14人名单 是完全一致 一个人都没有调整 那么为什么说这彰显了蔡斌的大智慧 彰显了她的足指多谋 她不愧是小猪格呢 为什么说是蔡斌留了一手呢 因为蔡斌此前在第二周遭遇两年败之后 她先向外界放出风 她要做调整 结果呢 当所有人都认为蔡斌的阵容一定会调整 当大家不会再重视 针对王云露这个点 做出任何的战略部署的时候 结果蔡斌又神奇的把王云露留下来了 相当于反制了对手了 对吧 当所有对手都认为蔡斌会变的时候 而蔡斌又不变了 对吧 以不变应万变 在其他对手都在变的同时 我保持我阵容架构的稳定性 就能够确保我的战斗力发挥到极致 打对手一个立足卫稳 打对手一个准备不足 让中国女排就能够笑到最后 在第三周打出一个好的成绩 从而吹响一个冲锋号